今天我們是很寶貝這個時間的 在座的可以說都是壯年班畢業的學長們 很多牛姊妹們畢業了也很懷念這個壯年班 我們每年這個壯年班的回娘家 我們才是盼望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特別是我們能夠認識出今天的習近平 那並且呢我們也能夠啊做一件事 我們去年就做過就是把已過壯年的信息 我們來回顧回顧一下 兄姊妹妹我們壯年我們追求有幾個信息啊 有七有七次的信息對不對 大家還經歷得這個七次信息的題目啊 好 來我們來討論大家齁 不是大家一息一息一下 好 那今天早晨呢我們就來做一件事 就是來做這個七次信息的回顧 還有 還有 到底啊 今天 和主今日的行動 有怎樣的觀念 預備 首先 我們來一點欣喜的回顧 我們啊 從最近的 一路往回推 看來大家還進行的 好 好 感恩節的位置是什麽 感恩節的行動 好了 那再 再來是什麽 修機以復得利用的訓練是什麽 主揮工作 努力的行動 好 努力的工作 好 那再來呢 下集訓練 就約小生炎者書 小炎者演書講什麽呢 在人類歷史中的神神歷史 預備 好 好 來 國商界講什麽呢 基督身體真正的意義 照慧中正確的同心合一 以及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我們再說一遍 基督身體真正的意義 照慧中正確的同心合一 以及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好 那村進步的利用訓練是什麽呢 長老體負責避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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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麼都忘掉了 都忘掉了 都忘掉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問一下 辛春話也跟我講什麽 好 對了 神聖啟事的心臟 神聖啟事的心臟 好 好 那去年的冬季訓練 還要忘掉了 十天嘛 對不對 十天的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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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弟兄姊妹 我們至少要 把這一年七次的信息的題目 我們要怎麼記得 好了 那請問弟兄姊妹 這七次的信息 有什麼 如何來串聯 你覺得它是 一段一段的信息 還是它是一個完整的信息 好 現在是完整的 完整在哪裡 我們如何把這個七次的信息 它成為一個完整的思路 而我們要相信 弟兄們所講的這些話 它並不是啊 跟啊 主今天的時代的行動 是沒有關聯的 明白 好了 那我們就要來探究這件事情 我們是壯天班 我們也要幫忙有份於神的行動 那我們就要很注意 時代之事 你們的說話 明白 好 首先我們來看 十天有五卷 五卷 對不對 那到底這五卷 的重點是什麼呢 明白 好 好 去年夏季訓練 我們看見 十天的這個上半段 對不對 卷音 是一到四十一天 明白 主題就是講 從綠法要站向基督 好不好 感謝主 從我們原本注重綠法 到我們來認識這位基督 看見這位基督 預備 祂乃是比天使微小的一位 祂乃是成肉體的一位 祂乃是啊 在那為人生活裡 來顯大這位神的一位 祂也是在祂的定死和復活生天的一位 祂更是能為聖靈的基督 做我們的牧人 來牧養我們的那一位 你們 你們 我們來轉向這位基督 好了 眷二 眷二 從第四十二天到七十一天 講什麼呢 講到京都 祂的工作 最主要的 就是為的地 為的城 還有為的地 你們 祂是那個大軍王 祂要來供應 神百姓一切的需要 然後再來的時候 祂要像雨水一樣 來堅潤這個大地 用來還有印象嗎 好像大家都說 預備 好了 但是呢 到了眷二 到眷三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什麼 叫做神的殿荒糧 神的殿荒糧 那為什麼神的殿荒糧呢 因為呀 我們沒有正確的 珍賞 並且高舉這位基督 所以到了眷三 也就是七三天到八十九天 就是一個恢復 恢復我們對基督的珍賞 阿妹 好了 眷四講什麼呢 進一步的恢復 為什麼神的殿荒糧呢 因為我們缺少跟基督的珍賞 而基督教帶同我們 一同來恢復 恢復 墊跟塵的建造 預備 好了 到了眷五 也就是 一百零七天到一百五十天 乃是恢復喜愛 預備 要恢復嗎 需要有得勝者 預備 預備 之中 目的就是要來恢復這個權力 好 這就是 詩篇 這五卷 你要看見 它主要的結構 前兩卷 正在講基督的社會 和講基督的工作 但是從 卷三到卷五 就說到 需要我們 來做恢復的工作 為什麼神的殿草荒糧呢 以色列曾經有一個榮耀的事情 但他們荒糧 因為他們 親看了這位景 沒有正確的珍賞它 並且告知它 預備 我們叫它恢復這個殿 恢復這個城 並且它要在一切的墮落當中 要產生喜愛 產生耶路撒的高峰 有沒有 至終就是要代替全地的回復 好 那下面呢我們就要來看 這詩篇 跟這個神聖啟示的心臟書 有怎樣的關聯呢 預備 你覺得這是兩卷不同的書嗎 有沒有 好 首先我們來看 我們知道 我們的神 祂需要人 有正確的關係 但是在救命的時候 我們看見 神頒吃律法的目的 並不是要人遵守 而是要來啟示祂的自己 但是人啊 卻想要以律法的態度 來對待神 結果導致什麼呢 人墮落了 人失敗了 而且呢 那個 國 以色列國 以色列國 被毀滅了 甚至呢 整個聖地 整個聖地 失去 被占領了 被奪取了 你妹 兄姊妹 兄姊妹 這就是 舊約的結局 因為人 不是正確的來對待這位神 想要用律法的方式 結果呢 我們再說 人墮落了 國被捏了 地失去 你妹 你妹 好了 幫我先追給我們看見 乃是這位神 祂自己牽制來到地上 成為這位人 就是為人的耶穌基督 你妹 不僅如此 祂還為我們成功救贖 目的意思幹嘛呢 是要將祂自己 分刺到 我們的人的裡面 不僅我們的靈是生命 我們的魂也是生命 也是使我們要吃生命 給我們必死的身體 妹妹 那目的幹嘛呢 目的乃是為了祂 殿跟城的建造 也就是照會作為神的家 照會作為神的國 而終極完成 就是要恢復這個權益 也就是產生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羅 meeting 聖音友誠 divul 要知道 詩篇的賺音 就說到我們要從 快出哇 整個 倦一和倦一 二就把整整的工作向我們說明了 好了 第一篇到七十二篇就說到經過了生會 與工作的一個完整的啟示 而這完整的啟示就好像是一個 保覽的地圖一樣 來讓我們要來經歷 這就是神主要做 但是各位姊妹你知道很可惜的是什麼呢 在教會的歷史當中 我們知道 教會荒涼 有沒有 就在教會來說是以色列失敗了 到了先例來說是什麼呢 是教會墮落了 荒涼 被壞了 好了 那在教會荒涼的時候呢 需要什麼呢 主來做恢復的工作 這恢復的工作就是要來產生得勝的行善 也就是產生得勝者 有沒有 好了 那眷山就是說到 我們要來恢復 恢復 對基督的贈賞 有沒有 感謝祖 要正確來高舉祂 並且來贈賞祂 眷事呢 就說到 我們要來恢復 什麼 神的殿 神的殿 和城的建造 預備 好 眷吾 就說到 要恢復 喜安 和全地 預備 好了 這就是 詩篇 所給我們看見 他乃是 和神的堅倫 是息息相關 那我們剛剛說 詩篇跟 新藏書 有什麼關聯呢 預備 好這是 憲三篇到一四 一百五十篇 是講到 召喚的失敗 與其恢復的 主觀經歷 這是我們 一個信徒該種的歷程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新藏書 新藏書 跟 詩篇有什麼關係 首先加拿大俗 加拿大俗說到 我們要從 內法 轉向 這位基督 有沒有 我們人得稱印 不是靠著信律 預備 基督要怎樣呢 啟示在我們裡面 要 活在我們裡面 並且要 誠心在 我們裡面 好不好 你看這是我們 加拿大俗書講的 好 那 以弗陀書講什麼呢 以弗陀書進一步講到 見著這神聖三義的分刺 不得分刺 只得分刺 還有靈的分刺 就是照會成為 基督的身體 成為新人 成為神的家 成為神的國 成為基督的信徒 成為神的戰士 阿們 請問這是不是電燈城的建造 阿們 阿們 好了 菲利比書講什麼 菲利比書講到 保羅 他是如何 在那個受困的環境裡面 監獄的環境裡面 他卻在那裡 顯大基督 基睿基督 以基督為他的彰顯 以基督信師為信師 以基督為他的自保 以基督為他的秘訣 你們看見這是一個得勝者的模型嗎 阿們 他實在是一個喜安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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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圖有沒有亂掛 好 各路心講什麼 各路心講 這位包羅萬有的經營 他是我們的生命 對不對 他是一切 救造和新造的什麼 守身者 他有在萬有中 來接受耶 阿妹 請問這是不是 要來恢復這個權力 阿妹 感謝戰美 哈利路亞 請問這詩篇跟新造書 是兩點不同的書嗎 兄姊妹 我們需要有亮光 這是 彼此有燦亮的 好